下一步 我们要介绍GT Google Trend 很快的在网站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网站分析完毕之后 下一个主题就是Google Trend T-R-E-N-D Google Trend 它就是趋势 Google Trend 它就是趋势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网站 那首先 首先 当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就打开Google Trend 所以我们先到Google Trend 所以第一件事要先打开Google 浏览器 然后在 在搜寻引擎里面 就输入Google T-R-E-N-D Enter 好 我们接下来要使用的是这个Google Trend Google Trend Google搜寻趋势 您要跟着我一起做 您要跟着我一起做 来Google Trend Google搜寻趋势 点下去 您要搜寻 搜寻 什么主题 跟什么主题 中间用个逗号来做分析 举例来说 我们来搜寻台湾大学 台东大学 逗号 台湾大学 可以吗 我们来搜寻这两个学校 那么中间我只要用一个逗号来做分析 请问一下 你还想要搜寻什么大学 再举一个例子 正部性格 花鲁大学 花鲁大学 就是逗号 花鲁大学 可以吗 好 你会做两个 就会做三个 你会做什么关键事 找体论 就只要用逗号 你就分析 好 甚至你才会做 就是那个 例如说你自己的名字 可是建议是找一个 例如说大学教授 他也都是会有一些 我们会帮他做网站 他的那个网页 其实都是找到 中文的英文 中文还更容易被找到 因为那个课文上面全部都是打英文字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搜寻 搜寻 是 像那个 台课的 有 附上的 对 对 各位 我建议各位 因为我们上课有关系 所以我们是打小姐 但是你都要找 都要找 因为 Google是国外的网站 他不知道那个 他会以为 简体排 排东大学 跟凡品排 东大学 是两个不一样的大学 可以理解吗 像下文在讲 我 我就不喜欢用那个 美国人写的那个 Authology 智慈库 不晓 各位 明不理解 我喜欢用中文院的智慈库 智慈库 这是因为说 他们会比较能够把 例如说 大小姐 还把合力在一起 那你会说 像是 还 中文大学 跟我们的建筑 中文大 对他的能力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是美国人 完全不知道的 东大都区 他以为是 东京帝国 什么所大学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多打 不是 其实我都试过 还有 同名同庆 同名同庆 都可能会因为 像例如说 例如说 校长的名字 他就可能会跟谁同一同庆 然后说不定有时候你查到 校长然后什么 文徽平生 说应该根本就不是校长 可是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事实上也没办法发功 这就是那个 他人组他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像例如说韩国瑜 他会把韩国瑜拆成 韩国跟瑜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他会认为 他可能可以辨识出科文哲 是一个人民 但他就不能分辨出 韩国瑜是一个人民 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这都是有赖建立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国防 那个智慈库 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建立的 所以上午下午是叫中年月 中年月建立出来的智慈库 不用被人参考 反正接下来的内容 一定要把他想象很复杂 因为我会刻意的 要再塞一些那个就是Bug 让我们看看 因为这边有什么什么问题 而且我还发现 我没有资工系的学生 所以他都可以来帮我告诉我们 B什么地方出现什么问题 好 我们现在点搜寻来 去观看一下台东大学 跟台湾大学 直接按一下Enter 那当然 你可以在这边再输入什么 另外一个台台东台湾大学 你会发现大学的这个台 是不是就被很少人来去搜寻的 好 不过我觉得先暂时不予研究 这个大小学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先把它移除掉 我们就只比台东大学跟台湾大学 你通常这个趋势分析 你是要去看 你是要去看 就是说两者直接叫比较 还有不同时间 就连续时间来去看 你看台东大学其实它是有微幅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不是很高 台东大学是蓝色 然后台湾大学的搜寻 是不是就比较高 请问这个搜寻是指谁的搜寻 是Google搜寻引擎上面的搜寻 它没有结合什么 那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台湾大学它是有微幅下降的趋势 台东大学有微幅上升 所以通常当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你有个体之间的比较 就是两者之间比较 还有连续时间的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差异性 那我们今天都在告诉你 这些都是不用花钱 网路上都已经帮你做好的事 可以吗 请问有没有花钱可以帮你做更好的 就是你不要再挑那种版型 它能不能做到更好 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讲 他觉得这样子的图不好 或者是这个时间他想要再去缩短一点 或者增加一点 然后去调整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这个时候就会去看我的Google 然后我们在那里面是它上面有所说明的 这不用给你们参考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就是这边 这边 这是平均值来说的话 那台东大学跟台湾大学 一个17一个71 各位数10位数颠倒而已 那在接下来来说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蓝色是台东大学 那台东大学 那个各县市来去看的话 各县市来去看 那几乎都是台湾大学一面倒 对不对 这应该蛮正常的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看的是什么 地区 例如说城市 城市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台东市的热搜 台东大学为主 几乎就都没有台湾大学 可以哦 然后高雄三明区 你看连地区都帮我们指定出来 那这个三明区应该是高雄的三明区 中山区应该是这个地方 可以吗 这里有中山区跟大安区 好 这提供该门参考一下 这个是以地区别来去做热搜的话 它是讲这样子 我们再来观看一下 台东大学如果以县市 因为它所指的区域就是县市 那县市来说的话高雄市这边是不是最多的 搜寻台东大学是最多的 第二个是不是台南 这个的比较呢 这个的比较 请问它有没有放人数 例如说学生数下去 没有 你听跟懂我的意思吗 请问台北市的高中生 高雄市的高中生 台东市的高中生 你觉得台东市怎么比较 听跟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证明你收群热度 它算的是高中生数吗 不是 它不是用那张比较等关系 如果说它用高中生数来去算的话 高中生的高中生 然后来收群台东大学是最多的 它用的是数而不是绿 例如说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跟花莲和台东市 跟台东县的结婚对数 你觉得可以比吗 这本身就存在人口数的差异 对不对 台东县有多少人 40万 50万 反正不到50万 对不对 台北市有200多万 260万 你不能这样子 但那部工比较比较基本上来 可是这是我们这里看 搜寻热度 热度它看的是高中生数 它看的是被免急数 来去做比较 所以这样子来去比的话 台东县不县 可是如果说你 像我们在另外一种计算法 就是说以高中生 学生的学生人数来当作是端母来去校正 那个台东县就跑出来了 可以吗 我们应该要用体力来去计算 而不是数量来去做计算 但是所有这边的搜寻都以数量来做计算 所以会牵涉出一些 至少我觉得你高中市可以跟台北市 高中市可以跟六都 你看这边出现全部都是六都 可是事实上台北市 桃园 台东来台东大学 如果说你看土地 它就会抬到你后面去了 这是提供标准的参考 再来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看城市 你有没有发现 紫区域对于台东大学 有好感兴趣的程度 这边是会看到台东市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可以吗 那右边 右边 我们来去看一下 台东大学 台东大学 就是别人来去搜寻 主要搜寻网路学员 台东大学网路学员有名吗 好 你们应该给我更清楚 为什么别人要去搜寻这个名称 或者是海东大学部校 最近 最近我们是因为 那个新生法 所以我想 学生家多多少少都会去查询一下 书生 台东大学的书生 可以吗 好 我只想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 大家最近的一个搜寻 再看一下 热门 有台东大学 台东 台东大学图书馆 国立台东大学 台东大学校不是 好 以此类推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都是以台东大学的搜寻热度 那你会不会想要去看一下 台湾大学的搜寻热度 在这边做切换 例如说 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的话 他就台北 新北 台中 桃园 台南 以台湾大学的搜寻热度 来去观看 那最多的还是以台北 因为他有在地的优势 在地优势 我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 不对 这样比作不太适合 因为台湾也只有三所医学院 是国立的 反正我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你的孩子很优秀 同时考到 例如说 台大医学院 跟陈大医学院 你会希望 假设你家住南部 你可能就会希望说 他不用去选择台大医学院 而是选择陈大医学院 因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选择 然后再接下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相关的搜寻 台东大学 台湾大学 你看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 淡江大学 大美女 这一个人 她是最近 创生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然后还有就是 浙江大学 台湾招生 2019 大学排名 这提供的门参考 那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换一个话题 比如说 我们 来去换 那个最近什么选举 因为我们下午的课程 我会牵涉到选举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名词换掉 好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 柯文哲 跟韩国语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 不知道的人还真的 真的 不太了解 我们在做那个文字探勘的时候 韩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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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字 它会被拆成 韩国跟语 我只是要告诉你 柯文哲这三个字 就是被搜寻到的 好 这位学电脑的人才会知道说 那个韩国 因为Google的文字搜寻 它都是美国人来去写的 它没办法去区别 是韩国还是韩国语 所以它就只好把韩国语 拆成韩国跟语 好 这都是ontology 看你是用哪一个国家 来去写的一个差异 所以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这两者之间 他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 所以 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人 不是会做什么 民调 你可以再加谁 对了 还有总统 对不对 不对 还有一个郭台铭 对不对 有看到吗 所以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 Google做出来的 这是Google做出来的 新闻热度 新闻热度 然后 可以发现 你可以在家 看你要在家谁 所以 我们可以 可以 不用去 花很多时间 去听 去看新闻 自己可以去搜寻 真相 可以来说 我说的意思 这些东西 他只搜寻谁 Google 就是 这些名称 他只在 比如说Google里面 出现的实体 那个 比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些 这些人 这些人 哪一个地区搜寻最多 例如说 居然没有高雄 好 这是柯文哲的搜寻热度 台北市 台北市 24 那换一下 那韩国瑜 高雄市 高雄市 确实还是有在地的优势 好 可以吗 这些都是电脑去算出来的 这个 你兄弟那些 你一定要有 就是 有很多不公正的介入 然后它就变成新闻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 你自己来去看这些的趋势预测 还比较准一点 好 这题应该难参考 那台东大学 台湾大学 那请问一下 像我刚刚 我举的例子 好 请问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跟台东大学有相关的那个池 你原来是不是只有做出四个 你会不会希望知道更多 会吧 很抱歉 它就只有给你四个 这个够不够 我相信你也会觉得不够啊 那不够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还不我们自己去挖资料 自己来做分析 你们说好不好 就一个老师点头 那你们呢 说好 下午我们就会希望说 带领你 带领你 就只有几行程式 也不请你打字 这个就只要请你做布置贴上而已 然后 你看你要去挖什么资料 随便你去挖 然后挖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 这个我们最后出的 这是一个文字迷糊 这一堆的那个议题全部都在那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来去看 可以了解吗 而不是只有试文 然后自己去google新闻 捞资料 好 例如说捞最近的 最近的 多少篇的新闻 例如说100篇的新闻 我们去看看 让我们这些人发生了 就是那个词评的出现量 然后自己来去算算看 你应该还有印象 韩国瑜是最多的 然后柯文哲 然后是确认走后 大概是这样子 下午会自己 自己来去学 捞新闻 然后来去看一下 你会做这件事情 以后他会做好多 你直接换主题而已 城市马完全不动 然后那几行城市跑完 就好了 那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好 这个不难 这个不难 我今天 就是我跟你们的主办人员 就是本来月五月 对 出国之前 我们就吵好了 我们大家要去设想这些内容 这就是googlechannel googlechannel 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掌握 你要分析的这几个关键字 这关键字的趋势 趋势 还有就是 那这些关键字最热门的是在什么地区 还有话题是什么 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出了 这就是googlechannel 好那我想我们上午呢 上午很快的就在这个地方介绍了GA跟GT 大概让你找到 哦原来网站分析 你可以掌握的事情 再来就是GT趋势分析 那下午我们再进展 大概 我希望把一个半小时讲完 新闻爬虫这件事 自己来去爬这些资料 自己爬出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又回到那个POWERPEAN 自己来去做文字 也就是关键字 看盘本事 所以刚刚民众可以在GT里面 击打那个 大写的那个盘 台东大学 跟小写的盘 简体盘 的台东大学 你就会发现那个大写的台 台东大学 被检索的量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大部分都是打小写的 所以从Google 都是谁在使用的 我们是公布人们在使用的工具 大部分都还是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 你整个人要求 把那个小写的盘换成大写的盘 对不对 好 会有这种情形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 就是 那个 东大就是台东大学 那你要是在日本 东南部不是台东大学 对吧 好 我想我们上午就先上到这个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就到前面来互相讨论 我们下午是一点半 一点半开始整齐上课 好吗 一点半就开始整齐上课 就来一下那个 攀神 所以我们已经帮各位把那个 阿拉康达 还有 海神 然后几个重要的套件 全部都装好了 然后 我下午会从简单的就安装 我只会带过去 但是会大概让你知道一下 那个前世码就在我的前面 所以那个前面是要下火箱 然后再装置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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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